- 放在我呀 上次提供兩個方式 但是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那麼接下來的這一個呢 很多人有時候會認為 把神明給請回家 結果你請到的是鬼 尤其是在鬼月犯了這個禁忌 那真的不得了 接下來我們要請的是 泰國宗教達人佛牌借劉德華徐曉潔 而以下的影片是他自導自演的喔 回家好累喔 今天又是辛苦的一天 先上樓開個冷氣 休息一下好了 誒 遊戲室的燈 是亮著 來看一看遊戲室為什麼亮著 是忘記關燈了嗎還是 啊小朋友 你們兩個又在打電動了齁 都不關燈 小妹 小寶 你們兩個為什麼打電動打了一整天都不用關呢 還有你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看到你 你是不是也在這裡玩遊戲啊 玩了一整天 要注意好嗎 下次不可以這樣玩一整天喔 小姐小姐 你幹嘛自言自語啊 你不要嚇我啊 忘了吃藥又記得講啊 沒事買這個鬼月的娃娃回來幹嘛啊 其實鬼娃娃本身並不恐怖 古曼桶也不恐怖 會害人的從來都不是鬼 而是人 但是問題是 你如何去買到 避免買到有爭議性的東西 而是買到真正有用的生物 跟一個有保護的效果的古曼桶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關鍵 很多消費者不懂的時候 可能會在網路上購買 或隨意的聽朋友而購買 其實那是不正確的 因為在我們這種態勢的 古曼桶或娃娃當中 在你的眼裡看起來 可能就是一個普通的娃娃 上面可能寫一點經文 你就會覺得是真的 其實你可能買到的只是一個 路邊安小孩隨便輕易畫畫的一個作品 那這樣的文物就可能附著到靈體 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危險 如果你不小心買回去又供奉了 你跟娃娃說話 其實泰國宗教在台灣已經流傳好一陣子了 有些人會帶佛牌 有些人會請古曼桶 但如果你買到假的 那也就算了 可能就是泥土跟塑膠 沒什麼了不起 但如果你花大錢買到半真半假 結果起來的不是神是鬼 那麻煩就很大了 所以在網路上面看到這些 你不懂得不熟悉的領域的東西跟物品時 下單前請三思 尤其是在鬼月 好啦我是錯卑之 我是賴正凱 鬼月祝你平平安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到天哪 我們下次見 再掌握起來